最近这几天南部地区是年载了 滚下更大河 也让南部一些地区 出现这个水与饮水进行 因为要了解目前白水系统的经济状况 今天上午行政医医党 收青春 也特别前来 三亚家丁重验 经济的地方来进行试察 并且只是说 要过境时 18亿年度来完工 早就让主义地区的顾民 不要再烦热来饮水 今天上午行政医医党 收青春在台南市市区 因为台北董之下 来到三亚家业败水系统经济的现状实在 来了解目前的政党总共 并且只是要在民国一百十一年 日带进行来完成专博工程 这一个三爺西 刘毅 在两年前 它的雨量 不够三百多 这一次的雨量 到七百多近八百 但 两年前 淹水到酷腰 这一次没有淹水 所以 这就是 蔡总统上任以来 立刻变前瞻预算 我们经济部 水利署 这一段期间 有效运作 头发过了中央的前赞结尾 还有台湾政府这几年的努力配合建设 刚才说有 提供的经济衣卦 还有 有 提供的 松阳 那未來呢 面對大自然當然我們要謙卑了 但是面對我們的幫忙 老百姓來幫忙做治水 我們是不能退卻的 所以未來可能還有一些小小的一些經費 要拜託院長幫忙 我們還陸陸續續會把這個治水工作做得更好 當然是沒有最好 只能更好 那我們會陸陸續續把這些 而且我們這次 像這次有煙到的部分 我們都會把它特別的標註起來 特別要做改善 不僅台南需要經濟的地方 還可以上當多 未來也是需要中央跟地方繼續合作 再讓一步一步 和台南所有的居民 都知道去討論淫水的奧望 平常是創作一個境界 安全熟悉的生活環境 接下來 給大家聽到哭彩 宏保德